投资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对错 只有顺者为王败者为寇 但是市场瞬息万变 唯有领先市场动足先机 才能够成为股市真正的赢家 欢迎收听股市最前线 请到的是 领先趋势掌握未来 华冠头顾高敏章高老 是David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TV大家好 是David高敏章 今天来到了7月19号 礼拜二楼看到今天的盘 是正 而在看到我们YTV频道的视频 老师听一下 我的标题很明显 动作蛮多的 就获利入袋获利放口袋 是因为 我不是只有卖掉一档 我今天卖好几档 动作平民是为了什么 上个礼拜给大家资料之后 到昨天今天 因为很多股票已经涨停了 对 那有拿到资料朋友们 先恭喜各位 国外基金这份资料 应该让大家蛮舒服的 是的 不只涨不停 涨得凶的股票 像3443创意 已经涨了110元 这样可以卖吧 行行行 但卖要理由 对啊 我简单讲下来 好理由 第一个 从大盘的角度 昨天台北股市 是涨金融指数 我们说这个要注意 有 要特别留意 虽然问题不大 美中不足的地方 你涨金融电子不能软 对 好了 昨天涨金融 原谅你 但今天涨传产 电子就软了 那基于这种条件 再加上加权指数碰到月线 有哦 尊重它一下吧 那后利入带嘛 稍微点头一下 刚好上礼拜买了那些股票 今天刚好卖一卖嘛 哦 对啊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会员好备用手上有闲钱 有多余的 今天卖了蛮多档的 应该会有闲钱 哎呦 所以接下来又大局来做 嗯 就看明后天有没有机会啊 亲爱的老朋友 DAB老师只允许盘软金天 希望如此 因为你知道 当传产股每次早一拉 你就会发现整个盘势就弱了 真的耶 真的很明显的耶 我们讲过时代的 台北股是最近最强的族群 其实是在观光族群 的确 但观光族群有好有坏 好的是它蛮容易涨停的 对 坏的是它常常没有亮 对啊 你看它没亮的时候才几百张 不是 是连一百张都不到 不到一百张怎么买啊 就是拙亮 拙亮 很拙的拙亮 这也不是喝酒 您随意就好 可以有给我最小的杯的吗 这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往来是这样 如果你是玩观光族的朋友 你可能会不太习惯 老师它算是有提的 因为你看我们 我们在买正常的一些科技古典子股 或是有成交量的股票 随便也可以买个几好多张 对 没错 你看到观光族很强 这个量实在是真的不够 那我可以只买一百股 都有感觉 我了解 所以你看这个观光类型 它是有题材 但是没有基本面 有题材 最近这一部好像都是涨 很正常 所以真正的电子股的行情 还没有完全开始 只是有火苗而已 火苗 也因为这个角度 所以说像今天创业已经涨一百十块 获利入袋 有 包括上次跟你讲那什么三个石头啊 那种的 这一波又十几块了啊 也很好赚啊 这个很好赚 有 这三七零七和雷 四滴 又三个石头嘛 很好猜啦 上次卖一百二十六嘛 这一次我们八十几块买回来嘛 对对对 今天早上卖一卖嘛 那再前一次卖到一百三嘛 一百三 那边做三次趟的 哎呦 老朋友啦 反正大家都知道讲是哪一档 有有有 不是走他 我今天还卖到一些其他的 所以 卖的理由不是因为股票不好哦 不是很多股票在这个地方位阶很低啊 对很低 很有价值啊很便宜啊 嗯没错 但是 可以做价差啊 嗯可以 对 我知道我们的股票很便宜 但是有价差还是可以赚价差吧 是 那你再想想看 万一明后天市场又稍微震了一下 你不就就拉开距离了 对没错 你又可以多赚一趟 欸 也许买一样的 但很有可能会买不一样的 所以 可以 买新的也可以 再赚一次 就是比方说我同样我就喜欢创意 对不对 上一回你五百八卖掉 这一回四百三四百四可以买吧 今天五百四可以卖吧 可以啊 超过一百块钱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下次可不可以再做同一档 可以 可以嘛 可是这一支创意真的很猛耶 短短30天的时间 我这样讲哦 因为创意的猛源自于台积电 哎对啊 但是呢 他没有让整个电子股全部上 所以强度会不够 如果要真的强就是要比价 就是这个涨那个也涨 那就会很强 但台北股市现阶段 没有 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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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创意要稍微卖一下 原来这里 不是他不好哦 你如果拉长一点 他应该是没涨完 是 但因为我今天有卖 我就我就有机会再买下一次 对 没错没错 这个逻辑大家可以接受 可以可以可以接受 另外一个要点 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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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的凌晨 对 联准会有利益会议 是 离现在大概一个礼拜而已 三还是四 对 就只有猜三马或四马 对 三或四 但David先讲哦 其实拆三马或拆四马这件事 对你而言 并不是最重要的 不要话说重点了哦 如果你说老师 联准会要升三马 不对 联准会会升四马 你现在在报列审啊 不对 不对 David今天会卖的理由 是要尊重他的利率会议 但是 David今天会给各位一些 不同的思考方式 好 简单数学 好 大家最喜欢简单数学 对对对对对对 上次你的台积电都知道 简单数学赚得到了 对啊真的 好好赚哦 不用讲那些 是你这个讲法太简单了 我喜欢 对 我不要再跟我讲什么 财报阿那都阿诺 字字珠奇讲重点 你跟我说 原来十五六倍是最低哦 你看 原来就是四百三四百四百五 小二小三的数学 这个数学他都会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教过很多次不用再讲了 有有有有 我们现在讲新的数学问题 好哦 我最喜欢跟他聊数学问题 而且是用小学的加点就可以了 哇哦 简单易懂 联准会预估今年到年底 到年底 利率啊 几 最后会达到3.5% 3.5%就是 3.5% 几 不不不不 这样讲不对 你要讲说他预估是今年 就是这个升息的目标 对 到今年或明年年初是3.5% 好 那现在美国的技术率率是多少 3月1码嘛 对不对 5月2码嘛 6月3码嘛 所以这样升级吗 1 2 3 4等于6 6码就是1.5码 所以联准会的基准率率是1.5码 1.5对 目前 好 如果 7月 7月升4码 就2.5码 对2.5 升3码就2.25码 对 你1.5是不是只升1码左右 对啊 所以未来从9月之后再次的升息就是1码或2码 因为他用完了 他扣打影完你知道吗 对 我猜 简单数学嘛 有有有有 我前面已经用了2.5了我剩1%了啊 对没错 我后面还有90 11时候还有3次可以升 嗯 90 9011这4个月还有2到3次可以升啊 那我是不是最多2码 对啊 嗯 他扣打影完你知道吗 对用完了 他不会总扣打会在家 不会吧 基本上3.5已经很高了 哦 因为美国的平均长期利率是2.5 是是 超过2.5就是为了打通膨 所以月底投过后面就 所以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原来是海阔天空 真的万里无语 这数学有没有简单 有简单 3.5-2.5升1 3.5-2.25升1.25 是 再怎么样都不会再多了 这 可以 答案就很清楚了 最简单 会 对 那有没有看得懂了 有看得懂了 所以说你今天可以会了解 但不要看坏行情 是的 因为很快机会又来了 没错 没错 先跟你讲 有 你心里才会有准备 有的 才会说原来这些股票很好赚 不要现在话臭重点就开始在心了 哎呦 我先来收拾 听话你要拆三码吗 还是开始大家压一下四码是不是 不用 我来先 不然拿铜板出来丢 我先吃一碗便当压压斤好了 拿杯 拿杯来拔 来拔 摸一下心 妈呀所以真的不要吓自己 那神明会跟你讲 你想太多了 真的想太多了 所以老师 所以在真正的主流还没有出现之前 甚至排面上 主流基本上一定会是电子 但因为电子不够全面性的强 所以上去 你会看到这边就丢一下 丢一下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现象 所以他在等下周揭晓 我看他 感觉是真的 不是不见得 他搞不好先偷买 又会有人鬼窝到旁去 有可能有人因味道先偷买 大家留言 故意这两天的变化 今天Dave老師的动作频频 而且非常多的动作 为了就是 我们把资金收回来 获利放口袋之后 我们又可以买新的 甚至好的标题 又可以来回正价差 这次还没跟上的好朋友 今天务必来电做把握 千万不要老高 如何跟上角度呢 广告中来告诉你 华冠头裤登记104 金管政治第009号 有机金管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穿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覆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02-66303-231 02-66303-231 今天这位老师动作频频 卖的理由不是因为股票不好 股票很好 是有原因的 还不知道的好朋友们 节目倒带重听您就知道咯 那么下周FED升息 到底是升三码还是四码 你要烦恼的真的不是这个 你要烦恼的是上周 国安基金进场 以及老师赠送给大家的这份 价值千金万金的国安基金 这份呢具有鼓励财力双重功效的标股资料 您有没有赚到 您要真正烦恼的是这个 以及未来 你的资金该如何走 如果你先前没有赚到 没有跟上 甚至赚不过影响 赚更多的 有些的股票 我们可以来回赚价差 以及我们会买新的 想跟上的好朋友们 想把握的好朋友们 务必电话来做拨通咯 02-6630-3231 华冠头顾登记104 金管正字第009号 精彩节目开始咯 欢迎认识回到股市最前线 本节目告诉你不只是赚钱的方法 重点是好的标的可以来回赚价差 今天老师动作非常的多 卖的理由不是因为股票不好 而是现阶段老师看到了很多 你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对啊 因为我们刚刚在中午休息 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聊 我说因为美国基于一个充分就业的条件下 所以他其实很有底气升息 是啊 那美国升息的速度这么快 其实他在这个月7月28号的利率会议 大概就会达到高峰 没错 台北时间是7月28 那美国是7月27号 7月27 礼拜三的凌晨 那下周三嘛 的凌晨就是利率会议 对的 3点 凌晨3点 嗯 结果出炉 是 那为什么今天要先卖一趟 因为存个礼拜嘛 对对 存个礼拜 短线涨很凶的股票 总是要尊重他一下 先点头一下 另外技术分析今天碰到月线 月线 然后金融股昨天强嘛 对今天 然后呢今天传产股 传产股 那如果是谁 电子股 那你上礼拜我送你像 那个三四四三创一种这个族群的股票 这一挂的 那当然是电子股 嗯 那你已经赚一百块了 那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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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啊 短短时间三四天的时间 但我们要先讲喔 这还是很好的股票 对没错 那搞不好下次还有机会 老师姐姐先 剧透了一些些的 但我没有 因为有些人会嫌他贵 对啦 有便宜的啦 对啦 有便宜的 所以今年度 老师又说今年度 这个3.5% 这样算一下来 从3月份到现在目前7月 下礼拜 7月28 没有嘛你就前面已经6码啦 6码了 对6码了 3月1码 5月2码 6月3码 不就6码 那如果7月4码就10码嘛 10码就多少 10码就是2.5了啊 哦 接下来是扣打就没有很多 那不就最后只剩4码 那如果7月下期半是升3码 那最后到年底只剩最后5码 5码了 对对对 所以把5码搬出来 5码 5码也在吗 不在了 我不知道忘记了 所以这样算下来 这前半 前半年的时间7月份以前 会让大家比较恐惧一点 尤其是在7码 因为你一直在担心说 3码4码3码4码 你纠结的是这个嘛 可是你应该把整个立立决策 最后的目标拿出来看嘛 对对对 你就发现说 其实6月3码已经升很凶了 因为7月如果在3码 到年底也只剩5码 如果7月升4码 到年底只剩4码 4码 你就发现升起的速度 越来越慢 它已经到高峰了 对 通膨其实也差不多到高峰 所以之前为什么那么升的那么凶 是因为要把它压下来 一个是市场有过热的迹象 通膨过热 甚至压不下来 那美国其实长期来看 美国的利率正常来讲 平均大概是2.5 那美国的利率2.5 那你说年底到3.5 对 所以未来它就有降息的空间 你有没有算过这件事 大家只把眼光焦点 放在下礼拜三或四 现在就拿出来担心 就开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那你应该把后面那一个part 你拿出来看吧 对对 因为你投资 不会是今天明天的事 对对 那你不会说老师那你上礼拜买100块 114块就获益了结 那是因为我在尊重市场 有短线的价差 是的是的 但是你真的决策是要把它拉长一点来看 那为什么今天我说这个盘不够好 今天拉传产OK 但你不要拉半套的 什么叫做拉半套 只做半套 2615 2615 2615 万海 烦乱长庭 丢回来 你顶就给它锁住 你要把这锁住 因为它快锁住的时候 万海快锁住对不对 长龙两米也动了 嗯哼 这个呢 丢起 丢起 真的做半套的 那你干脆不要拉算了 你这样没意没输 对 这是David刚跟你讲的 所以我说今天拉传产 为什么会叫会论朋友 那些股票涨上去就会了解 原意在这里 原意在这里 所以 会不会 又在玩另外一种把戏 我觉得市场当中 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的戏码 不断重复的在 你指的是哪个部分 哦 抓到重点 哈哈哈 你说的是哪种戏码 把它市场 现在最近都做得比较短 妈妈咪啊 老师这个礼拜啊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到下礼拜 刚刚老师提到 大概七天左右啊 七天嘛 对 2728这几天的时间 可以做蛮多动作的 会不会也像是之前很多人 在担心害怕的时候 盘拉回 甚至在震荡的时候 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先卖 嗯 你这样代表你未来几天就有 口口吗 对 可以准备剪 剪对 就像上个礼拜 为什么要认真剪 嗯 老师还特别给我们一个 国安基金的资料 是啊 那资料拿完 为什么到昨天说 不要再送了 再长上去就不要再追了 对没错 老师果然一长上去就开始卖 是啊 我真的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有 你好好做完完一趟 对不对 这个像創 那个三四四三的创意 还有家庭啊 一百块 一百块 家庭上去账庭 家庭到今天起来 家庭到今天起来 我这样买三十块有了吧 差不多三十块 也好赚 对啊 三六八零家庭啊 上桌涨庭 是 也很好 所以跟人说我今天卖好几档 真的 所以你看一只来回正价差 时间虽然蛮短的 对时间 因为行情就是 目前有一些短线上 需要调整的 是 条件在 对 全国好朋友们 有时候股票让你卖 不是因为它基本上不好 或是转弱 不是喔 个股的基本上不会因为 今天三天涨一百块就很好 也不会今天三天 涨上去跌回来就不好 不是喔 基本面缓基本面喔 操作有很多的其他要考量的部分 对 一码归一码 比如说下礼拜三 你明明知道FED要升息 现在会担心三码四码 你手上有创意 你手上有家庭 你已经涨停 赚一百块的朋友 是 你会不会想卖 会呀 我就问你这件事 只有一个字 会 你会想卖 那别人会不会想卖 那你就卖吧 卖得可快了 对那就卖啊 不要老实讲 我先卖一趟 不用你讲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早上跟我们说的意思 就给他买了 对 我说不讲说资料 最后一天 对 不要要追了 赚够了不要追了 很明显了 特别拉长音来叮咛大家 都要暗示 暗示的非常的清楚明白 就像我上礼拜给你资料的时候 有时候国安基金当然不是买台 当然我们看的不是台积电 不是 我是看台积电的乖儿子 对 这样明显吧 清楚明白 这个国安基金还告诉大家 国安基金延伸出来 您可以赚价价 对 今天 昨天掌停那两档 今天也挖回来了 你看 很明显 也挖回来了 你看看 但是这也是短短几天的时间 也很好赚 是好赚啊 但是就是有价差 这个地方稍微要赚一下 赚一下 不然你赚的没跑 要回来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明明有赚 变成没赚 甚至 会比较可惜 所以亲老朋友 来 黄金盘伸的老师 带你第一手来做掌握 我相信很多的节目当中 没有跟你讲的 这么的巨星迷移 你除了我们要看到下礼拜 升息这块 还要把后面 9月10月10月 短线是看下礼拜升息 再拉长点来看的是 这个升息会升到什么程度 对程度 后面还剩多少 那这个3.5%是最终 大概美国会升息的 到最后3.5% 但是3.5%跟 美国的长期的平均利率是2.5% 那这1%是干嘛的 不是 你以为FED是傻的吗 他这样升息不会导致短线的 那个经济衰 经济的萧条要衰退 不能讲萧条要衰退 因为讲萧条跟衰退 在经济学的名词上 是有很大的不差异性格 就是大家担心经济可能会走缓 比较不好 是 他为什么多留1% 如果没后期外再降息 对啊 这才是完整的剧本 不要以为FED傻傻的这位升息 所以呢今天强的是传产 强的是观光类 来真正的主流还没出现之前 现在对案该如何来做操作呢 今天老师动作非常的多 你要烦恼的不是下周的升息 到底是3或4 你要烦恼的是 这段时间从上周老师告诉大家 在国安基金 你拿到手有买到 有赚到的好朋友们 你有没有确实转到了呢 那么接下来 该如何来做操作呢 如果你真的不会分别 不会操作 赶快跟上脚步 然后跟着Dave老师的操作的TEMPO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让你转情轻松 获利简单也在地提醒 还没有加LINE的赶快来加LINE 订阅YD频道的赶快来做订阅 节目每天听三遍保财库保安康 还有呢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对没时间了 好啦 想了解更多广众来告诉你咯 节目中呢 再次感谢Dave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OK 谢谢评话 谢谢群国好朋友们 短线可以赚假差 准备买新标的 华冠头顾登记104金馆 证字第009号 进广告咯 我想要声音好的小收音机 我想买一台好收音机送给爷爷 我在家里到处都要有收音机 走到哪 听到哪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机 中广严选山进收音机 新机上市 PRD32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 扫星可爱 方便轻巧 还有立体声双喇叭 中广独家贩售价2000元 请上毫无市集网站选购 0223621968 0266303231 0266303231 想老朋友今天Dave老师的动作 非常的多 卖的理由不是因为股票不好 而是Dave老师 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把现在手上的股票 获利塞金库 为的就是接下来 可以买新的 为的就是接下来 有些的股票 你可以来回赚价差 像上周第一时间 在关键时刻 给您的这份呢 价值千金万金的 国安基金财力鼓励 双重公交的标股资料 您有拿到手的好朋友们 第二 part 第一点就是创意 那么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有没有让您轻松赚价差 而国安基金 是上第八度进场护盘 从国安基金 延伸出来您的机会 以及包括了您可以 在哪些股票上面吃吃豆腐 您要关注的是 这些的股票您到底有没有赚到 那么索罗来 您要关注的是 接下来何时主流会出现 当真正主流出现的时候 您能不能够抓住 第一时间这个timing点进场 这才是你要的 千万不要画错重点 如果你真的不会分辨 不会操作 务必更紧甲步了 更是Dave老师的抗训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让你操作轻松 获利简单 也在地提醒好朋友们 还没有加LINE的 还没有订阅YD频道的好朋友们 赶快来加入给它加起来 订起来 LINE的生活圈的账号 ID位置 小老鼠 DAVID K1688 小老鼠 David K1688 在YouTube频道里面搜寻 高老师高美商的名字就可以了 当然想要标过买的肩枝 抓住主流 第一时间来做经常的好朋友们 不必电话来做波通 跟上咯 026630 3231 华冠头库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五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库104 金管头库新字第009号